1 2 1 iPhone X開賣時 果粉徹夜排隊搶買 但上市一個多月 卻傳出買氣開始衰退 不知買氣衰退 還有國外媒體 把各家智慧型手機拿來實測 認為iPhone X性能不如i8 從防水功能到耐摔程度 全都毫不留情 iPhone X排名出乎意料 輸給iPhone 8 Plus 落在第9名 把iPhone X和iPhone 8 Plus 拆機來PK 首先被詬病的電池續航力 iPhone 8 Plus達到21小時 iPhone X少了1.5小時 略遜一籌 其實單純就是電池比較大了 除了其實X我們還這樣講 已經比預料好 因為我們它機器大小 節約鏡跟8一樣 電力高是卡在8跟8 Plus中間 把手機從7.62公尺往下丟 iPhone X嚴重損壞 被評為耐久性不佳 但在刮痕和防水測試 iPhone X優於iPhone 8 但也有不少人精打細算 不愛iPhone X也不買iPhone 8 認為iPhone 7的CP值更高 因此讓蘋果緊急 向供應鏈大追單 目標明年上半年 能再多賣2000萬支iPhone 7 但不管評測結果如何 各家手機大廠 還是想盡辦法推陳初心 就是希望能夠留住消費者的心 謝謝陳三胖 紅軍委台會報導 今天 ホント 我